只是去廈門旅遊 卻被當成中共戒選 一回臺灣就遭到約談 里長氣氛控訴 根本就像綠色恐怖 台中檢調接獲勤資 有里長疑似接受中國招待旅遊 大動作約談45人 不過最終大多無保請回 里長因此抗議 检方約談手法實在太粗糙 更由藍營另一位候選人 拿出證據 反駁检方指控的低價旅遊 就有問題 因為一般旅行設計下 五天自由行大約落在 每人5980元 而這些里長為期七天的行程 每人花費7500元 其實價格並沒有差很多 我們幫某位議員要選立委 站台之後 兩天三天就幫他們請過去調查 這太明顯了 當作嫌疑犯的話 當作賣國來看 這樣被問了許多政治性 敏感性 針對性的問題 完全不像是在辦理選舉罷免法 更像是東廠在恫嚇一般的民眾 選前關鍵時刻 台中里長加上職工媽媽站出來 抗議檢調濫權約談 不過檢方以新聞稿回應 強調辦案絕無政治黨派之考量 絕對依法執行 勿往勿縱 近新聞 光學長 趙聖霖靈 參考報導 大賊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